火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相比随时会被好兄弟顺走地打火机 火柴则会安全许多 首先工人会将绿酸甲胶囊与明胶 一起到净搅拌机 为了方便融化胶囊还需加入热水进行搅拌 待其全部溶解之后 还需加入颗粒状的二氧化硅 颗粒状的二氧化硅能让火柴头有效地摩擦 同样地将其溶解之后 工人还会加入红色与白色的化合物 这些都是一些助燃物 能快速有效地让火柴被点燃 在另一个车间 工人会将用磷酸甲处理过的白羊木 放进抖洞的网状夹板 这个夹板的作用就是将损坏的木条筛选出来并丢弃 紧接着这些木条会被放进穿孔机 机器会精准地将小木条穿进带有孔洞的钢板链条 而在链条的下方就是调配好的火柴头化合物 机器会将小木条的异端进入化合物 仅需5秒这些化合物就会沾附在小木条之上 此时的火柴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干燥环节 链条会带着火柴缓慢的衣服 直至一个小时之后 火柴头全部干透为止 在晾干火柴的同时 工人会将衬板卷纸送进制合机 为了保持平整在入口的地方还需运动运品 全自动制合机 能快速地对衬板进行切磨折叠 并用胶水将其粘合成型 1000个盒子制合机一分钟就能全部制作完成 做好的盒子会用灌装机将其正面朝上的进行排列 同样的火柴盒的外壳 也会有专门的制合机进行快速地制作 最后平行输送机 会将做好的火柴装进火柴盒的内衬 数量也能精确到每核50根 将内衬推进火柴外壳 火柴也就全部制作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